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又能够再一次的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还是继续从上次节目开始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话题的探讨 就是从咒诅到祝福 从咒诅到祝福 这是一个圣经当中很重要的真理 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真理 掌握这个真理的话 一定能够使你的生命得到很大的改变的 在上次节目时间 我跟你讲到了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 都是基于耶稣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 神让我们一切的罪和悖逆 都归到了耶稣的身上 而让耶稣一切的美善都归给了我们 十字架上所带来的这个替换呢 是有很多方面的 在上次节目时间 我只是提到了其中的一些 耶稣受罚 使我们得到赦免 耶稣受到鞭伤 使我们得到医治 耶稣尝了死位 使我们可以分享祂的生命 耶稣成为罪 使我们成为义 耶稣忍受拒绝 使我们得到接纳 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 那不过在上次节目时间 我特别给你集中的谈论到 这许多替换当中的一个方面 那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十三到十四节所讲的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好 在这段经文里头啊 很清楚的说到了 善与恶的一个替换 那么恶就是咒诅 善就是祝福 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就成了咒诅了 这是根据生命记的二十一章 二十三节 神对摩西所说的 那经文是这样说 因为被挂的人 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这个地方所说的被挂呢 就是只挂在木头上 或者说树上 也就是十字架了 因此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所有熟悉旧圣经人呢 都知道耶稣是为了 而是成为了可咒诅的那个了 只是他们不明白呀 而只有圣灵才能够启示人明白的 那到底耶稣为什么成为咒诅呢 耶稣之所以成为咒诅 是为了救赎我们脱离咒诅 使我们可以承受神的福气 这就是我们思想的焦点了 从咒诅到祝福 我们的焦点应该思想这个问题 从咒诅到祝福 我们从咒诅底下出来了 承受了神所赐下的福气 那今天我跟你讲到福气和咒诅 这两样的本质了 和他们各自的影响力 祝福和咒诅 基本上都是以话语的方式来表达的 他们可以说出来 写下来 或者是单单是内心的自言自语 但是都可以产生属灵的力量的 他们不是一些普通的一些言语 因为普通的言语是不会变成祝福 或者是咒诅的 祝福可以带来好的影响 而咒诅呢 所带来的自然就是坏的影响了 祝福是由神或者代表神的人而来的 同样的咒诅也是由神宣判 或者是由代表神的人宣判的 不过咒诅也有可能是从撒旦 或者说代表撒旦的人而来 撒旦只能咒诅人 但是他却不能祝福人的 跟着我要讲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希望你能够仔细的注意听 就是不管祝福或者是咒诅 一旦说了 就会不断的生效了 从一代到一代 从一个世纪到另外一个世纪 直到所说的被废除为止 那通常所发出的祝福或者是咒诅啊 会延续到某些事情发生 去废除或者是破坏它为止的 那么意思就是说了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是源于以前的世代的 可能是在许多的世纪之前的 那于是这些发生在我们生活上 环境上 家庭里头 或者说气质上的事 都不能用我们个人的经验 或者生活去解释的 如果我们要追溯它的根源的话 就必须要回到许多年代 甚至是几千年之前了 历史上有很多的例子啊 可以是我们看到祝福和咒诅的发生的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圣经当中有关祝福的例子 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记载了一些向亚伯拉罕所发的祝福 经文这么说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福 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这些祝福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发生了 但是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看见他的功效 很明显的 今天你所收听的福音广播的信息 就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祝福 而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些福气是早在几千年前已经发生的 到了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如果你接受我们所传的这个信息 你就得到了福气 因此我们看见了 福气是可以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些咒诅的例子了 首先是神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三节所说的 那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迦勒底的吾尔 到一处神后来要给他的地方 其中有一些应许是神向亚伯拉罕发的 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好了 我要提醒你注意一下 祝福当中的咒诅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后来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了 为他的儿子雅各祝福的时候 他又重提这件事情 创世纪的二十七章二十九节说 愿多民侍奉你 多国跪拜你 愿你做弟兄的主 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 凡咒诅你的 愿他受咒诅 为你祝福的 愿他蒙福 这个地方再一次的讲到了 凡咒诅雅各的 神必要咒诅他 那这样的情形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历史当中 从历史当中我们看到 那从今天也能够看到 一切反对散族主义的 都得不到神的保护 所谓反散族主义呢 就是在态度和内心上 咒诅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和他们后代的 那就是犹太人了 任何人如果和反散族主义态度 或者说话有苟同的 他们就是反对犹太人 而他们也在三千多年前 神所发出的咒诅之下 如果我们看看历史吧 就会发觉一切反对和逼迫犹太人的民族 国家 他们都在神的咒诅之下了 这是历史的事实哦 我们只需要看一看 1930年和1940年 那看看1930年和1940年 在德国和欧洲所发生的事 还有今天的事情的结局 就可以知道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 当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 在非利式人打仗的时候 战死沙场了 大卫就为他们做了一首美丽的晚歌 因为他们是战死在基利波山的 所以大卫也提到这个地方了 在旧约圣经的撒末尔记下 第一章二十一节 大卫这样说 基利波山啊 愿你那里没有雨露 愿你田里无土产 可做公物 因为英雄的盾牌 在那里被乌丢弃 扫罗的盾牌 仿佛未曾抹油 我不晓得大卫是不是知道 自己在说些什么 但是他特别的指到 这个山说的 他是指这个山说的 愿你那里没有雨露 这是一个咒诅啊 在三千多年前已经说了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到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去 犹太人就会指出这个地方荒凉啊 甚至说这个地方是不长一根草的 他们努力的在这个激烈坡山上种植 但是永远都没有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大卫在三千多年前曾经咒诅过他呀 因此我们一定要小心自己的思想和我们的言语了 因为他可能会带来极深远的影响 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的 因此我们在谈到这个祝福和咒诅的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从旧而生经的记堂中去多多的查考一下 祝福和咒诅 有许多事情呢 是在几千年前已经发生的了 不是当时发生就算了的 是会延续不断的 有些甚至延续到今天仍然可以证实的 这是神的话语 我们都知道 世上一切都会过去 都会改变 甚至有形的都会消化 但是唯独神的话语是永不更改 永不改变的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 往深入的去探讨 欢迎你下次节目时间按时收听 再见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地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